今天教你一個魔術 用J跟K嚇唬妹妹 怎麼嚇 就是要來嚇唬你的 首先第一步JK、JK四張牌 然後呢我們要一瞬間去找到 另外的12張牌 那由於我有絕對手感 所以我一下切 我就可以切到12張牌 有沒有這麼準 就是這麼準啦 1、2、3、1、2、3、1、2、3 就這麼簡單 好吧 但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 我們可以把這些牌 全部把它給洗亂 因為正常來說 這個魔術不需要我來自己操作 我可以交給你來操作 好不好 來你看就像現在這樣 把所有牌把它給全部洗亂 就像現在這樣洗亂 但洗完之後我覺得這樣還不夠亂 應該是一張隔著一張 有正的有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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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種洗牌方式 洗完之後所有的牌 就會變得非常亂 對不對 沒有任何的問題 給大家看一下 所有牌經過我們的洗牌之後 你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全部都被打亂了 而且是雜亂無章 沒有任何規律的對不對 下面我們把它給合起來 合起來 就像現在這樣合起來 而我們只需要 彈一個響子 你會發現神奇的事情就在這裡 JK跟JK他會重新出現上 你的牌堆裡面 哇賽 是不是特別的無解 為什麼 好啦 就要學開始吧 時間很寶貴 點贊就當學會 首先這個魔術簡單到 你現在看完這個視頻 你立刻馬上就能學會 並且可以開始去表演 首先我們準備 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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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四張牌都可以 然後我們要準備 12張雜牌 在每一張牌上面 我們要分別放 三張雜牌 把它給合在一起 之後 現在第一步就是 我們任意的兩份牌 把它給 像這樣 把它給洗亂就OK 但記住 讓對方洗的時候 交到他手裡面洗的時候 不要讓他 正反的這樣去洗 就OK了 那麼這兩份也一樣 把它給 像這樣 看起來特別的混亂 把它給洗亂 但是沒有任何的關係 那麼第二步呢 很重要是兩份 我們要拿著其中一份 把它給反過來 然後告訴觀眾 我們要一張隔著一張 一張隔著一張 所有的牌 有正有反 有正有反 洗在一起 如果我們這樣洗牌 洗完之後 問他是不是覺得做過亂 亂不亂 對 是不是很亂 對看起來很亂 對 然後你還要展示給他看 1234 發完之後 按著順序 這樣把所有的牌 全部把它給發完 那麼在觀眾眼裡 他所看到的 真的是所有的牌 都被洗亂 對不對 對 OK 下面 來到我們的第三步 第三步是什麼呢 拿著外面這兩份牌 往中間 反過來 不要直接放上去 反過來 那麼中間這一份 一樣 反過來 就OK 這個魔術就已經結束了 彈一個響子 你會發現 無論我洗的多亂都好 你會發現 JK JK 他依舊會出現在你們的面前 就像現在這樣 原來這麼簡單 是不是 你說這麼簡單了 鏡頭前所有的兄弟們 你們一定可以學會 記住 跟我學魔術 稍後走點 彎路